嗨,大家好,我来自老挝,在杨玛丽,是想吸到学妇 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分享老挝和中国对人的称呼 有什么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现在我就开始 我想来说我们老挝,在我们老挝的国家 大部分的人有时56岁 他们喜欢的你把他叫年龄大一点 如果他已经有15,16岁了 你叫他小朋友,小孩子,还是小妹妹,小弟弟 这样子呢,感觉把他叫得太小了 他不喜欢,你这样叫他,他会不开心的 他们喜欢的你把他叫年龄大一点 大部分的人有15,16岁 那你都要叫他美女,帅哥 这样子呢,感觉还差不多 感觉他已成为一个大姑娘 成为一个小伙子了 如果15,16岁,他已经结封了 那你都应该要叫他嫂子 都应该要叫他姐姐 一般的小孩子都会要叫他阿姨 如果他已经结封了 可是他的年龄还是15,16岁 你叫他小朋友,小孩子 这样子他会不开心 他觉得他都长大了,都结封了 为什么还把他叫这么少 老窝人呢,喜欢把自己的年龄叫大一点 叫越大,感觉越有面子 在老窝40多岁,50岁 都要叫奶奶爷爷 老窝人喜欢把自己的年龄叫大一点 老窝人大部分的姑娘 如果20多岁还没有嫁人 他们都说 这个姑娘20多岁了 就是老姑娘 老窝人大部分的姑娘 成为一个大姑娘 就是15,16岁 所以老窝人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呢 都是15,16岁 已经开始了 有的人呢 13岁 14岁 也开始的要谈恋爱 因为20多岁都成为一个老姑娘了 可是我家到中国来 我看到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人呢 喜欢把自己的年龄叫小一点 你看他像的要叫阿姨 就要叫姐姐 看他像的要叫姐姐 就要叫大小姐 如果说是家里的亲戚 那该叫什么 还是要叫什么 可是如果说不认识 那你要把他们的年纪叫小一点 要不然你叫的年纪太大 他们会不开心 中国人15,16岁 还是个孩子 还是要叫小朋友 在中国这边谈恋爱最早 也是20多岁 才开始谈恋爱 15,16岁的人还是个孩子 都不能谈恋爱 在中国这边 30多岁的美女都不是老姑娘 他们都说我还年轻 我不着急的要嫁人 我现在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我可以我前走追我的梦想 我在视频里面看到了一个美女 有30多岁 然后她也谈了一个男朋友 谈了8年 可是她不愿意嫁给她的男朋友 她说现在她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要有一个机会 要出国留学 所以她不想放弃出国留学 这个机会 她选择了放弃男朋友 然后出国留学 如果她打给她的男朋友 也可以 可是她的男朋友 不同意她出国 如果结婚了 就要留在中国 所以就能选择分手 然后出国 如果选择了结婚了 就要放弃这个机会 这个美女选择了出国放弃男朋友 中国和老娃真的差别的很大 在老娃呢 15-16岁都要着急嫁人 怕嫁不出去 可是在中国呢 30多岁的美女 都不怕嫁不出去 她们都觉得自己很年轻 我大嫂呢 嫁到中国来比较要年轻嘛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 如果她们看到我大嫂都会的 要叫小孩子小朋友 我大嫂都有点不高兴 她觉得 我已经嫁人了 为什么还把我叫得这么少 叫我的名字就可以 不用叫我小孩子小朋友了 前几天 我二奶奶的闺女 我叫姑姑嘛 她来看我二奶奶 然后呢 她看到我大嫂 出生班时候 在我们家门口 拿了几个葱 然后走了 她就给我说 今天早上我看到 那个小朋友 拿了几个葱 干什么去了 我说 现在小孩都放学了 没有小朋友过路啊 谁拿这个葱呢 我还有一点懵了 我想不出来 然后我说 哪个小朋友啊 那个姑姑就说 就是你们家的 那个小朋友啊 我说 我的小孩这么小 他也不会一个人 跑出来拿葱嘛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有点懵了 然后姑姑就跟我说 我说的就是 你那个小嫂子嘛 我看她年纪太小了 我就叫小朋友 我叫的 你还不知道是谁了 然后我就说 哦 你说我的嫂子啊 我以为你说的是小孩子 很小的小孩子 是你说我大嫂子 我姑姑说 我看她太小了嘛 所以我就 叫小朋友了 感觉姑姑 还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我大嫂呢 也是正常跟我说 她出上班的时候呢 有很多人都给她说 咦 今天啊 这个小朋友 嘴巴这么红啊 今天这个小秘密 嘴巴这么红啊 然后感觉 把她叫得很小很小 我大嫂不喜欢 我说 中国这边 叫小的时候 才是好的 把你叫太大了 是不好 所以他们 把你叫很小呢 是他们喜欢你 才这样叫的 我大嫂说 我大嫂 有点接受不了 我大嫂都接风了 为什么 他们不把我大嫂叫大一点 他们就叫我大嫂 小朋友 要不要就是叫 小妹妹 还是小妹妹 这样 我大嫂感觉太小了 就有点不习惯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观看我的视频 喜欢我 给我留个关注 谢谢大家 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